裝甲蟲它的顏色非常的豐富 而且有變化 做成標本以後呢 更是非常有名的異品級昆蟲 根本就像是一個藝術品喔 但是這麼漂亮的一種昆蟲來到台灣 卻變成了 惡名昭彰的外來種 入侵種 我們來看我們的出腿金花蟲 這裡面應該全部都有 撥開可以這麼多顆的蛹喔 很慢 它就是幼蟲注食 這個隔填它的筋就慢慢這樣捧起來 然後從遠看就可以看到 遠遠的很大一個 然後我們把它拆開以後 裡面就是有沒有 一顆一顆的 這個全部都是出腿金花蟲的蛹 它出腿金花蟲的名字 由來就是 看它的後腳 很健美有沒有 就像是青蛙的後腿一樣 這邊特別的粗壯 大家最喜歡的咪大腿 在它身上展現的 零零盡致啊 零零出腿金花蟲 它原本是產在東南亞 還有中國南部的許多地方 在台灣呢 原本是沒有分布這種出腿金花蟲 但在2010年開始 有非常靈驚的紀錄被發現 它印象深刻 當時蟲友 找到這種昆蟲 會非常興奮的來跟大家分享 不過呢在2015年 出腿花蟹龜 它在台灣正式的爆發開來 也被正式歸納成台灣的入侵種昆蟲 哈囉大家好我是Peter 天氣開始回南 大家是快要 一字不住內心的躁動 想要趕快上山去看看 台灣的蟲季是否已經開始了 我們今天就要去行找一種 外觀非常的豔麗 體格 非常健美的一種甲蟲 這種甲蟲它的顏色非常的豐富 而且有變化 做成標本以後呢 更是非常有名的 異品級昆蟲 根本就像是一個藝術品 但是這麼漂亮的一種昆蟲 來到台灣 卻變成了 惡名昭彰的 外來種 入侵種 那今天呢 我們就要趁著 蟲季正式打響之前 我們要來去會會這種 有蜜大腿的甲蟲喔 它呢就是 琉璃出腿金花蟲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馬上來去尋找囉 Go Go 從它現在目前的分布 其實已經慢慢的擴散開來 它這一開始從 露骨 露骨這一帶開始 擴生出去 露骨啊 雞雞 竹山 西桶 然後現在到日月潭 雲林 甚至到阿里山 都可以發現它們的蹤影喔 分布範圍真的 很 Range很大 然後我們只要找一些 比較沒有整理的地方 然後注意上面 如果有長葛藤 這些豆科的植物 藤蔓 那就很有機會發現到它們喔 在台灣最容易發現到 它們的植物就是 葛藤 葛藤喔 其實我覺得它們葉子算蠻好認的 第一個我們找葛藤 第二個找到它葉子 是這種 三葛 三片葉子 一二三的這個就是葛藤 那找到它以後呢 我們去注意它的釘上面啊 通常在五到八月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春蟲 在這個釘上面活動 那我們這次來呢 我們要找是它 幼蟲做泳的地方 那要怎麼找呢 我們要注意這些 藤蔓上面 如果有 澎大的地方 就是 幼蟲注食在裡面 然後在裡面畫泳 我們看到這裡 這根藤蔓 下來的地方 也是澎大起來 哇這段膨大的很明顯喔 這裡 這個部分 哇這個裡面的土蛋 這麼大一顆 那我們來把這段給切下來 因為它其實上面啊 都已經枯萎了 我們把這段切下來 讚啦 來來來我們來 拆出其蛋囉 我被困住了 哇這個土蛋超大顆的耶 有沒有看到 這裡 有個五六顆吧 那我們拿去路邊 螞蟻沒那麼多 我們去旁邊 我們來拆蛋囉 很慢啦 它就是幼蟲注食啦 這個葛藤呢 它的筋 就慢慢這樣捧起來 然後從遠看 就可以看到 遠遠的很大一個 然後我們把它拆開以後 裡面就是 有沒有 一顆一顆的 這個全部都是 出腿金花蟲的蛹 有點密集恐懼症的感覺喔 哎唷活的活的 它是比較綠色的 這是比較綠色的個性 好 跟大家看一下 到底為什麼叫做 啊 它大便 它出腿金花蟲的名字 由來就是 看它的後腳 很健美有沒有 就像是青蛙的後腿一樣 這邊特別的粗壯 大家最喜歡的蜜大腿 在它身上展現的 靈靈靈致啊 它其實這個大腿 非常有趣的地方在於 當我們想像 如果一個生物 有這麼大大的腿 我們預期應該這種生物 它可以利用它的後腿 就是這樣蹬一下 就可以跳得很高 像是跳蚤啊 青蛙啊 有這些後腿發達的代數 理論上我們都預期 它會有一個很強的跳躍能力 不過呢 這種出腿金花蟲 它其實這個腳 你看它其實沒有用它的腳來跳 甚至它真的在活動的時候 很長的時候 它是把腳這樣高高的舉起來 強壯有力的大腿呢 其實我們要把它認作是它的武器 他們是用這兩隻腳來雄性之間打架的 很厲害喔 就是真的剪刀腳 他們會用這個腳的內側去夾住別人的腳 夾住別人 然後把別人試圖甩開喔 在交配的時候 雄性之間很常會有這樣競爭的情況 是個美麗的錯誤啊 瑞梨出腿金花蟲 它原本是產在東南亞 還有中國南部的許多地方 在台灣呢 原本是沒有分布這種出腿金花蟲 但在2010年開始 有非常靈驚的紀錄被發現 還印象深刻喔 當時從有找到這種昆蟲 會非常興奮的來跟大家分享喔 不過呢 在2015年 初腿花金龜 它在台灣正式的爆發開來 也被正式歸納成台灣的入侵種昆蟲 剛是劍達出席蛋一樣 來看看裡面有沒有 藏我們的 啊 西幼蟲 看一下 肥滋滋的 高蛋白啊 有沒有看到 超肥的 超肥的 這個看起來就是 很 很營養的高蛋白喔 啊 像這種啊 如果 咬起來 沒有聲音的時候 很高程度都是 幼蟲的情況 因為它幼蟲是比較肥 它會整個抵住這個勇士 那這種時候我們咬起來 就比較沒有聲音 這個是幼蟲 牽咏的狀態 哇很肥啊 很可口的感覺有沒有 全身是高蛋白 高蛋白高蛋白 應該是適合開發成一種食物的 我覺得如果 台灣以前就有 出腿金花蟲的話 應該它 它是一個那種 就像炸蟋蟀啊 老爸老爸那個年代 對對對 就會有一個炸出腿金花蟲 來我們抓著 我們這可以回去 餵我們的蜥蟻啊 或是什麼 這個都是高蛋白的食物啊 你吃 從上面拔下來的一長段 的葛藤金 你看它每一個膨大的地方啊 這個裡面就是 會有一顆一顆的蛹 然後幼蟲就是鑄在這個裡面 這樣鑄起來就是蛹 這邊可能有一坨 然後這裡有一坨 這個裡面 喔已經可以看到蛹了 你可以看到它的蛹 超多的 真的超誇張 它在注食這個葛藤真的是 很恐怖喔 會看到一整片的葛藤 然後就是整根都被鑄成這樣 那大家可以想像 它的進入被鑄成這種程度 它慢慢就失去功能 然後上面的葛藤就會死掉 所以對植物的傷害 確實是存在的喔 而且葛藤偏偏又是台灣 低中海拔都是分布非常廣泛 那也變成這種外來種 它在擴散的速度啊 基本上是停不太下來的 好啦我們來猜 我們來猜我們的出腿金花蟲 這裡面應該全部都有 我們就馬上來 撥劍達出奇蛋喔 你看我們這一個澎大的這個 叢鷹的部分 撥開可以這麼多顆的蛹喔 可以想像它的這個繁殖的能力啊 還有整個租群量 都還蠻誇張的 這一個小洞 不知道是被螞蟻住了還是 還活著 空了 螞蟻爆發 嘿嘿嘿嘿 好那這一排可能都被螞蟻給吃掉了 欸這隻成蟲了 顏色真的很漂亮喔 是金屬光澤 非常漂亮 這種從它最吸引人 還有它的顏色變化 那我們就來多開一點出奇蛋 看能不能找到各式各樣的顏色喔 今天的收貨 喔 來吧 哇 金光閃閃的啊 超酷 下面這些土蛋啊 裡面有很多都還有成蟲 或是它現在是有 其實在很短的時間 就可以發現到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 琉璃出腿金花蟲 這隻算是比較藍色喔 然後大家也可以看出來 它其實 是有 蠻明顯的一些顏色變化 像是 桃紅色的啊 綠色的 藍色的 非常美麗啊 的